大家好,我是陳依婷,主要創作私印版畫 私印版畫是孔版畫的一種 原理就是用不同方法去做一個模板,即是 stencil 遮住一些我們不想印到顏色的部分 而沒有遮蓋的部分,顏料可以順利通過網孔印出來 做出不同的圖像 私印的創作有很多種方法 而今天我就會以間接方式創作套式私印版畫 由於感光章對光線敏感 所以要在昏暗的環境準備上感光章 將私網輕微傾斜,放在有靠背的地方 以免在上張過程動到私網 等待上張的時候,拿上張器的角度會由L字變成F字 現在將感光章平均倒在上張器 然後雙手拿著上張器,將它的邊緣貼近黃沙下面 等感光章慢慢流出,由蝦枝上水平拉起 然後雙手拿著上張器,將它的邊緣貼近黃沙下面 將絲網放在陰涼的地方半小時等乾 乾淨後就準備曬網 今次會做一張套式作品 套式即是作品上會印上兩種或以上的顏色 所以我準備了兩張菲林 曬好網後,分別會印藍色和紅色 將預備好的菲林放在絲網中間 注意放的時候需要將圖像鏡像反轉 然後貼透明膠紙固定菲林 同樣,將第二張菲林固定在另一個絲網的相同位置 方便印的時候有對位 貼好之後,就可以拿去曬網機曬網 打開曬網機的蓋子 將貼了菲林的面向下,放在玻璃桌面 然後蓋上蓋子 鎖好兩邊 開了抽真空的鍵 確保絲網和菲林不會在曝光過程中移動 通常七至九個曝光單位就足夠 然後按開始 曝光時間大約是兩分鐘 完成曝光後 就可以在機器拿出網 撕光出來 撕走膠紙和菲林 因為遮蓋的地方沒有被紫外光燈固化 所以會偏黃色 然後我們用間壓碎槍沖洗絲網 沖洗乾淨後 把絲網放在一邊等乾 然後準備套色用的顏料 分別加入適量的曼乾劑 作用是避免印時失望 混合好顏色之後 可以做色版檢查顏色是否滿意 還未印時 絲網不能貼實紙 通常叫離網 即是網和紙之間留一點距離 今次我們用兩個5元銀釣高網 貼在框邊 然後用蝴蝶夾和F夾固定絲網 拿起絲網 將菲林黏在桌面上 方便對位 用皺紋膠指標記絲網位置 然後預先將財好的紙放進去 用皺紋膠指標記放紙的位置 放下絲網 將顏料平均到在圖像上方 放下絲網 將顏料平均到在圖像上方 用一隻手拿高絲網少許 然後另一隻手拿著膠掛 由上而下 75度平均地把顏料刮下來 讓顏料填滿網紙 雙手拿起膠掛 將顏料由上而下刮一次 刮的時候可以留意聲音 印完記得拿高絲網回網 直接把顏料由蝦而上 反手刮上去 讓顏料不會乾了 然後塞住網紙 印好第一層顏色之後 要立即洗走絲網上的顏料 如果顏料乾了 就會塞住網紙 等第一層顏色乾透之後 就可以換網 印第二層顏色 按照標記的位置 裝上第二個網 按照標記的位置 因為是套色作品 所以印第二隻顏色的時候 要對準位置 重複剛才加顏料 刮空網 用回網的步驟 最後完成一張套色作品 施印版畫需要的印刷時間 比其他板種相對少 所以很適合做大量印刷 初次嘗試的話 不妨選擇線條較多 適免較少的圖像 或者縮小印刷範圍 會容易掌握 謝謝大家